再来是马来西亚莲花会师问的 弟子一心顶礼根本丧失 弟子想要问 师尊关于师尊超现象的漂浮中 佛法心要有写中的文章 在佛法心要 有写到中也到文章 文章师尊提到传授黄庭真经 给四位被盗人 用七支夺命真所控制 便差遣的土地神 他们只是念了一百遍的黄庭外景玉经 黄庭中井玉经和黄庭内经玉经 十言神已成通体透明 而在尊圣经里有记载 善助天子 因天福就快享尽了 十 师将摩尼佛传授黄庭中井玉经 便持诵七天七夜就征受无量 弟子想请示师尊 是不是神持诵咒语的效果 会比在人间修持快速 因为弟子看见有很多人 也是在不断地持咒做佛事 但是命运却好像没有怎么改变 而善助天子只持诵七天七夜的尊圣 陀罗尼咒后 就将原本要承受的畜生到 何在人间要遭受极穷 极苦给断除了 且还可以征受无量 祈求师尊慈悲给予开示 这个问题 黄庭经一共有三种 黄庭内井 黄庭外井 黄庭中井 一个是外井经 一个是内井经 一个是中井经 黄庭经 一共有三侧 听说好像失传了一侧 听说是已经失传了一侧 那么土地神 只念了一百遍的 黄庭外井 御井经 黄庭中井 御经 跟黄庭内井 御经 的言神就已经通体透明 尊圣经里面有记载 善助天子 天福快进 释迦摩尼佛传授 他尊圣咒 持送七天七夜 就征受无量 他认为 神来持送 比人来持送 比人来持送好 因为人持送 持了半天 还是一样是狗屎印 便没有转好 持尊圣咒 七天七夜 结果命运也没有改变 结果那些神 命运都改变了 这是怎么回事 你们有没有意见 为什么他的问题就是说 神持送了 多变好 那为什么我们人 也这样子持送呢 送了尊圣咒 每天这样子持 还是改变不了命运 怎么回事 那么天神持送的 跟人间持送的不同 那么我个人呢 我看看吧 算一下看看 为什么他们天神持送 很快就有感应 为什么我们人持送 就效果没有那么好 他告诉我 没有意见 他都不告诉我 我是这样子认为 我个人的意见 讲给大家听 根据地藏经所说的 人本身的念头 跟他的所做的行为 无不适业 无不适业 一句话 讲了一句话 无不适业 人很容易换了业 所以你念咒 尊圣圣徒融尼咒 尊圣徒融尼咒 要比天神念的还要多 天神至少他们已经有 有福报 才能够当神 土地公 也一样是有福报 他算福德正神 他有福 福报 有他的道德 才能叫福德正神 土地公 那么天神 善助天子 那个福报更大 善助天子 福报更大 福报更大 他来持诵 他本身没有犯业 他来持诵 所谓感应就比较迅速 我们有时候 我们人 一面持诵咒语 一面念经典 一面就是 造了业 所谓就打了折扣 所以我们人在持诵 修行 念经 念咒当中 其实他也是一样的 一直在造业 一直在造业 一念 一个动作 都是造业 这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所以他 在念经 念咒 当中 他已经打了折扣 已经打了折扣 这是我个人的意见 我个人的意见 因为人比较容易造业 天神比较不会的 天神比较不会 这是回答马来西亚 莲花会诗的问题 莲花会诗的问题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